Hi 大家好 我是大叔 有些小朋友就问大叔为什么脱根了 是不是身体不好啦 为什么偷懒啦 还活着吗 其实说来话长啦 大叔就不多说了 总之 今天上岗了 原本今天要帮大家排列 2019的台湾政经KOL 不过在整理的过程中 发现不需要了 不如就和大家介绍几个 大叔在2019年 比较关注的 台湾政经类YouTube Channel 台湾的视频意见领袖 基本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传统的电视名嘴 一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自媒体网红 只不过因为台湾的人口基数比较小 政治意识形态又特别严重 谈到政治又难免有立场 政治正确又完全绑架了言论滞留 所以小岛上的专业政治名嘴 为了饭碗 开始极端的颜色化 脑子一极端颜色化 便开始糊了 眼睛一极端颜色化 便开始色盲了 没有了宏观视野 没有了远见 没有了历史观 没有了是非黑白 总之全都没有了 结果 学科学医学的 不敢挺核电 反而去挺燃煤发电 经济专家 不敢支持自由贸易协定 反而去支持 闭关锁国 历史学者 自己扭曲了时间线 学法律的 主动出来反对法治 简单说了 就智商、情商兼备 都靠张嘴 好好活着 独缺社会责任和道德观了 所以要在这当中找些 比较值得看又有影响力的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再加上咱们还有2019这个实现 那就更加困难了 不然大叔还能挑一个 李敖什么的来说说的 所以 今天就让大叔站在第三方的角度 从收集到的180多个人的名单中 给大家推荐几个YouTube频道 先声明一下 当中有些人的政治论件 是大叔非常不苟同的 但他们的确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当然 这其中完全不包括一些 非政经类的网红 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聊到 DGOP、阿迪、古阿末、Roman 盛杰什、千千、啾啾鞋 还有连这个蔡阿嘎 还有这个波特王 这两位平时不谈政治 选举时才出来和政客们 附称人气的这些网红 咱们都不会谈 还有这个陈之汉呢? 嗯 说到陈之汉 大家应该会很陌生了 但说到馆长 可能就比较多人熟悉些 这陈之汉的频道 以他的健身款命名 就叫做馆长陈吉思汗 但他可能不知道陈吉思汗 就是统一半个地球的元太祖了 所以他主张着台湾 绝不与大陆统一 有些不在小岛上的朋友 就说这家伙 肉多脑子小 生大胆子小 言论没什么影响力 那是因为他们太高估了 倒民的数字 怎么说 他也是近90万粉丝的YouTuber 在岛上的排名69 更是台湾YouTube百大以内 长期谈论政治的 所以虽然立场摇摆 没内涵 为了人气和收入 什么事都干得出 但没人敢说 对倒民的舆论 是没有影响力的 事实上 大叔在估算 韩国瑜得票率的时候 就因为他还下修了 一点点的百分比 陈之汉 是个非常有小聪明的人 至少他还懂得找写手 就起些比较像是 这么一回事的稿 给受访者读稿问问题时 也不会读到像读稿机 拆在纸一样的尴尬了 台湾要新国安邦的话 其实靠着馆长 还有那个叫什么 李孙岭的一起来 那就 只不过 他也实实在地代表了 一大票倒民的智商水平哦 《政经关不了》 是个非常有趣的节目 它是彭文正博士开辟的频道 彭文正是个 舔眉的标准台独 美国最强、最好、最正义啦 美国人连大便都是香的啦 彭文正曾经在台大任教 台大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台独的大本领嘛 所以业界的人也都叫他彭P P是professor的意思 也就是教授嘛 所以台湾人会在当过教授的人 的姓氏后面加个P 像克文哲就叫科P 只不过台湾人对B、P、V的发音 也不太分得清楚啦 所以十几年前才会出现 部长骂LP 搞到LV大麦 那么荒唐的事 扯远啦 回来回来 这个彭P虽然很啰嗦 但它有个好处 就是死科的功力很强 所以在被民事请出去之后 他就投身开死了 他的彭P的报复 看了震惊关不了这个网络节目 向激进台独的叛徒蔡太子开炮 利用蔡太子的贾博士事件翻身 在半年之间 就累积了10万粉丝 现在正向20万粉丝迈进 那可能不容易啦 楼梭大叔至今还没看过一个 只讲一个案子 只怼一个人的YouTube频道 可以吸粉那么多的 先别说彭门镇未来该怎么走啦 但是他在2019年的努力 还是相当见效的 至少他带出来的贾博士事件 也带领了岛上其中一股 相当犀利的岛菜潮 大叔在计算选票的时候 还因此加了一个十几万 王志玉是台湾三立电视台的 震惊节目的主播 说到三立 大家都知道 是个绿得非常无耻的媒体 媒体一极端 就只剩下洗脑剂了 比较聪明的人 一般是不看的啦 但大叔就是笨嘛 不只看还长期捧场 因为大叔相信 人家说兼听则明嘛 虽然能在三立存活的人 一般都得瞎到半边眼睛啦 但王志玉却是个例外 王志玉用他那个绝对独特的主持方式 开创了一种叫做 儿童节目模式震惊报导 那是现在很多年轻主播学习的对象 可惜新的一代都少了他丰富的知识底蕴 灵活的这些语言技巧和节奏感 也是挺难学的 所以大多都学的 一个叫做皮像肉不像的 看了他的节目 再和其他模仿者做一个比较 才知道什么叫东斯笑评啦 总之 不管你有多讨厌三立电视 大叔还是强烈推荐你看看王志玉 王志玉主要主持三立iNews 如果你真订阅不下的话 可以试试他的王毅之佳 这个是他个人的频道 还是挺下饭的 其实三立的记者和主播 也不见得便是台独主义者 像现在韩晋办的官发言人 王浅秋 就曾经是三立电视的记者 只不过大多数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王志玉也算是出淤泥而不太染的 郑金龙奉沛是台湾媒体老将 唐湘龙和陈凤馨 在飞碟电台观点频道合作的 一档政治评论清谈节目 熟悉大叔人都知道 唐湘龙是大叔曾经怼过的 飞碟和Port Radio 是两个将政治清谈节目 网络化做得比较好的台湾电台 唐湘龙是个立场偏蓝的媒体人 算是个台湾的统派吧 他的理论是要当统派就在台湾当 要当独派就到大陆去当 这才叫牛逼 也是挺有趣的一个人 唐湘龙学的是政治 所以在评论政治的时候 和其他媒体出身的台湾名嘴比较不同 至少视野是比较广些的 当然 大叔指的是视野 视野广不一定就足够深远了 而且因为学的是政治 又没有切身去参与过政治操作 论见就难免会比较偏向理论些 而且往往抓不住真正的骨干所在了 说实在的 这种人是个很好的见证者 但绝对不能让这种人参与到执政当中 因为执政需要敏锐的判断力和决策力 而他仅有的是不太敏感 但又什么都想看一下的观察力 就拿郑金龙奉沛这个节目来说吧 要是少了陈凤馨 还真成不了观点频道的顶梁柱 陈凤馨是少有目光犀利的政治评论员 更是个EQ超好的节目伙伴 他在和唐湘龙合作的节目当中 总会刻意将自己包装成捧格 但是敏感的这些观众 总会不难感觉到 整个节目的言论方向 还有轻重拿捏 都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也包括他们在Yahoo!TV里的 《风向龙凤》配合也是一样的 那什么叫做轻重拿捏呢? 轻的他都不怕说 重的他总有办法引导到唐湘龙去说 总之精彩又不得罪人就是了 老实说 看到唐湘龙也看好韩国瑜的险情 害大叔还拿出最新的数据 又重新算了两遍 没办法 去年大叔预计韩国瑜能赢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唐湘龙原本是看不上韩国瑜的 只是到了最后几天他才开口 之后的几个事件 包括欧洲状态、台湾外交、中美软战、 贸易战、科技战、香港情势 可以说他没一样是说得准的 再加上大叔前两天看到 金昌荣教授又预估韩国瑜会败选 连大叔都有点怀疑自己的计算方式了 但在看完高雄罢韩游行、台北证件会、辩论会 还有大台中造势场 之后24小时的网络搜寻数据 大叔对自己的评估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大叔要不是这两个月必须留在马来西亚 按照过往这种好事的习惯 每逢台湾选举前 大叔都会牵到那儿去凑热闹的 只不过台湾的基础教育水平也比较偏高 所以网络使用者的年龄层也相对比较大 所以按照网络潜水搜索的方向来做计算 还是能比他们的电话民调来得准确一些 更何况现在韩国又有民调盖牌了 只不过利用网络数据推演 个别选区的议员不容易估算 毕竟台湾是连什么天与和平统一家庭党都有的 但是如果要用这种方法去评估总统的位置 那就不同了 毕竟只有三个候选人嘛 分析起来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现在只希望唐湘王能够继续保留分析状态 别断言韩国渔会胜出就好了 说到观点这个频道 大叔还要顺便推荐一个收纳在观点和酒吧新闻台 大叔非常喜欢的一个评论人 董哥董自身 如果你问大叔最想结识的台湾媒体人是谁 就指一个 董自身 没有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种早期媒体人身上特有的正气 这种正气 在现在的台湾媒体人身上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有这种气质的朋友肯定教得过 董哥在观点频道周一到周五 午餐时段 也就是12点到1点这段时间 都会有一个小董真心话的节目 只要你能听台英特农的普通话 这是个非常下饭的节目 尤其是广告休息时间 董哥和小编的对话 每期都有个彩蛋 都能挖到一个台湾好吃的地方 有时候大叔都还在怀疑 小编到底有没有和董哥勾结 兼做点业配 只不过董哥收购的地方 大叔倒是去吃过几家的 还真的是蛮好吃的 其实除了龙凤沸和董哥 观点每个星期三 上午10点半 还有一个由银奶金和赵绍康 主持的时段 直接就叫做 赵绍康插银奶 赵绍康、陈银奶金观点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这不好搭了 赵绍康是台湾舆论界的大佬 基本上大叔是不敢对他评头论足的 有些大陆的朋友 对赵绍康的中华民国情谊节 还有他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是非常感冒的 那也无可厚非了 或许这是因为不容易想象 他们那一代经历过的政治斗争 更何况现在台湾的选举制 毕竟也和大陆的选拔制不同 对一个长期被美国人 洗脑的老人家来说 要他们尝试理解新想法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了 其实岂止赵绍康 你说现在随便去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 找一个16岁以上的人问一问 到底是选举制 还是选拔制比较合理呢? 大叔敢担保 超过八成人 会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不了解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都会果断选择选举制 你再问问他们为什么呢? 他们自己也搞不懂了 总之 人类本来就是懒惰求病的动物 习惯了 就觉得是最好的了 虽然他们都很喜欢看 Megaidora 自恶博士 为民前锋 猫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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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是刘宝洁的经典之作 也是东森电视的长命节目 是个从都市传说 聊到人工智能 从妈祖关公 聊到量子力选 从外星人 聊到培林榨菜的节目 其实这个关键时刻 一开始的定位是情境类的 时事评论 谈话性节目 那时的刘宝洁 还是个文字彬彬的知识分子 但后来发现类似的节目 实在是太多了 于是他就力求差异画码 就找来了几个小名嘴 娱乐性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强了 慢慢就演变到 今天这种有点像90年代 书爆摊流行的 刺文化暧昧小杂志 这些名嘴 上节目上酒 越来就越没话说了嘛 就开始语不惊人死不休 胡白底线开始不断的下修 你还别说 这种节目还真正中了 台湾人的下怀 喜欢不喜欢 合理不合理 有没有逻辑都没有关系 总之台湾人听完了 是信了 其实在前两年 有朱学恒、黄伟汉、 刘灿荣、马西平 还有一个叫傅鹤林 这几位比较有料的常驻嘉宾 在场的时候 节目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后来换成了 黄世聪、吴子嘉、王瑞德、王世坚之流 这个节目就让中等智慧以上的人 都看不下去了 既然看不下去了 干嘛还介绍? 悄悄告诉你 这是一般35岁到55岁台名的平均智商水平 怎么样? 值得参考吧 这环宇全世界 是台湾亚洲卫视底下 环宇电视台的一档节目 主持人陈永康是马来西亚人 据说持有马来西亚和中华民国的国籍 只不过马来西亚是禁止拥有双重国籍的 虽然马来西亚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了 但依旧依循联合国国民 承认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华共和国这个国民 这也是直到今天 各国都还能接受ROC护照的依据 所以 如果它真持有ROC的国籍 基本上已经抵触马来西亚法律了 所以 如果它持有的 不仅是象征永久居留权的绿卡 而是象征公民权的ROC或PROC的国籍 都需要在放弃之后 才能拥有真正的马来西亚国籍 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 大叔有机会的时候 才专做一期讲解吧 今天就不扯了 只说它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是 台湾少有含金量比较高的节目 节目里常来做客的 好像雷倩 还有爱做打游师的老大黎建南 都是眼光非常锐利 视角相当独到的评论人 对理智的台湾朋友 和不想对台湾人太失望的 大陆朋友来说 非常值得推荐 本来说意见领袖 是不凭政治人物的 不过台湾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许多言论风向 是由政治人物通过非政治场合发放的 所以不得不平 台湾有些政治家不在执政主体里面 也没有施政空间 只能透过传统媒体或自媒体 带领言论风向 既当政客 也当名嘴 甚至于还当网红 像新党的侯汉廷、王炳忠 国民党的罗志强、游书慧等等 也都是 只不过这其中最具言论魅力的 还是非台语天王 谢龙介末世 只可惜 如果不是福建闽南的大陆朋友 那就听不懂台语嘛 不然仔细听的话 那才叫一个精彩 闽南语是公认最接近 唐宋古英的方言 用闽南语 吟诗作妇 压运也特别流畅 所以谢龙介专用闽南语 传递政治思想 对台湾人的影响也特别深刻 老实说要不是谢龙介的话 大叔老福建还真不知道 草莓在台语叫做七伯 谢龙介联系两届 都在台南市和民进党的 激进台独议员陈廷飞 竞争立伪 全都败北 今年参加补显 又以2.74% 没记错 大叔人应该2.74% 就败给了郭国文 只能继续当他的市议员 好不容易被国民党 纳入了不分区名单 又被吴敦义挟持的当人质 放在自己的第14名 后面的第15名 真是官运多喘啊 三个星期前 大叔原本预估了 韩国瑜胜出90万票嘛 想不到和他预估的是一样的 让大叔也没底气了 搞不好 这是国民党的政党票 真就只能保送到第15名 不分区一言 被第16名的车移镜 用女性保留名额给补上去了 恐怕韩国瑜的90万票 就真有点悬了 事实上 大叔在用最新的数据调整之后 虽然有两个部分调低了近20万票 但整体得票的预估 还是维持在90票以上的 先别问大叔用什么方法计算了 只能说 当大家都躲在同温层底下蹭凉之后 我们就不难从中归探到 实际的民意所向了 只不过台湾选举的外力介入非常严重 尤其是AIT从明理案里出的手 像Facebook对韩国瑜粉丝团的谋杀 澳大利亚匪谍 旅游警告等等 都在暗示着 将再次协助民进党在败选后 在岛内宣动 像香港一样的社会暴力运动 首先,韩国瑜在1221的大游行 展现了良好的群众把控能力 否则台湾同胞的安危被挟持着 大叔还真不敢继续支持他的慎选 这些所谓的杨慧如门不是名嘴 却是名嘴的材料供应商 我们要聊台湾的舆论领袖 这类网络暴力的材料厂家 就肯定是不能少的 既然说是杨慧如们 说的当然不只是一个杨慧如 而是一整个网络杀手产业链 而这群专门在网上发表 或文章、或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总之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脸孔 甚至连声音都是假的 你可以叫他们民主、人权或自由 这些就是他的名字 总之他们很正义 没跟上的宝宝就不PC了 也就是所谓的political incorrectness 政治不正确 这种龌龊的舆论杀手 在台湾多不多? 多得很 至少比那些写正规文章 做正规节目的人多得多了 而且台湾大多数的所谓名嘴 也有意无意的 就跟着他们起舞 成为他们的二次加工厂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大叔这集不做台湾的KOL大比拼了吧 因为这类花生老恐龙嘴 毫无讨论价值却享富盛名的所谓名嘴 实在是太多了 台湾一些不知所谓的政客 很喜欢说让台湾成为大陆民主自由的典范 他们说的还真的是大实话 就比如说这次台湾选举 就不难让人看到台式民主自由的可怕 民主自由是个特别容易被绑架的东西 而且一旦被绑架 不仅对手受害 人质的下场就更加可悲 所以大叔那天才和一个台湾的朋友说 这次选举 最该感恩的人 应该是郭台铭 难道旁观这半年多的选举? 郭台铭还没在庆幸自己不必面对民进党那些铺天盖地的 抹黑、抹黄、抹红、五颜六色的各种抹吗? 虽然大家也知道 除了三粒苹果 这些早已没了良知的 其他的媒体之所以会出招出的这么狠 郭董当然也帮了不少忙的 这些话台湾人没人敢说了 大家都怕得罪了首富 会跑了票、吃了亏 甚至不用在台湾混了 别急了 你们不方便说 大叔就帮你们说呗 那郭董 难道您真觉得如果没有韩国瑜 你就当定了中华民国总统了吗? 就算别人没你那么多资源 操纵媒体啦 但是民进党国家群力在手 难道还怕你的个人财富吗? 如果郭董真的这么认为 那就真将政治斗争给小看了 说实在的 一般人要是面对韩国瑜所受的那种力度的人格谋杀 相信早就崩溃了 更何况这几十年来在商场上打滚的郭董事长 可以被抹黑抹红的把柄难道还不够多吗? 韩国瑜要不是神经够粗壮啊? 早不知要死几遍了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在大叔说要聊着台湾KOL之后 很多朋友都通过微信向大叔推荐了好多个台湾的评论人 像郑伯恩、王门元、罗友志、 陈文茜、黄志贤、 史东、韩国人 还有陈辉文、郭正亮、高雄历史哥、 比特王、赖岳谦、邱毅等等 总之 大叔就简单说一下 我没谈这些人的原因 韩国人和高雄历史哥这几个太单向了 同温层味道太重了 还没到KOL的级别 顶多就算一个 时事共生网红吧 博恩夜夜秀的曾博恩 是有影响力 至少对没方向找心理平衡的台湾青年 是蛮有效的维生素 可惜他太商业化了 总会只演些同温层爱看的 自然就成不了带领思路的源头 罗友志 好为人思 他说的很多都非常有道理 像个老师多过像意见领袖 没有太多人会爱按老师的言论来 同样的是资深媒体人 和唐湘龙相比较一下 罗友志就弱了很多 其实不仅唐湘龙 像黄伟翰、朱学恒这几位 都比他要强得好多 至少说服力在那 还有这个黄志贤 黄志贤就太用力了 有些东西太用力了 人家就听不进去了 只不过无论如何 大叔还是挺他的 这乱世勇敢的人 毕竟不太多了 尤其是在台湾这种 五彩斑斓、 独缺黑白的社会 要坚持信念 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以这么说 他是民族的良心 虽然良心不是心脏 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干活的 但也绝不能缺 所以还是需要他好好加油的 或许除了叶问这样的节目 他还可以考虑一下 其他更有说服力的方法 说白了 他需要一个比较强的小编 还有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制作团队 刚才我们还说到谁了 史东 其实史东不是台湾人 史东他是美国国籍 节目也是在美国的 所以我今天就没提到他 相信很多年轻人也都不太认识 这位资深的美国、中国媒体人 其实史东的父亲 就是大名鼎鼎的 断臂飞将军、苗族飞行员 石邦番 石邦番是中国第一个 击落日本战机的飞行员 当年他这个机车是零零重弹68发 左臂也被日本人的打母弹给射穿了 但他忍着痛 独立一人就打下了三架日本战机 后来在1949年 国民党就败退 退守到台湾 石邦番就随军撤离了 后来就入截了美国 史东随父迁军美国 身为抗日英雄忠良之后 史东这几十年来 致力于促进全球中华民族沟通 为民族统一的复兴大业 是叫做不遗余利 他的化业地平线 八方论坛 这些都是当年火爆全球的节目 八方论坛 现在在YouTube上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一年半来的中美贸易战 史东也邀请来了全球各地 很多个非常专业的评论员 给大家做了非常独到的评论 非常值得一看 这频道的名称就叫做Lilog360 史东是个绝佳的话题引导者 能上他的节目的 也都是精选人物 这集虽然我们是台湾的意见领袖 但既然提到了 也和大家强烈的推荐一下 还有谁呢? 陈辉文 好吧 大叔超讨厌他 不了了 接着呢 比特王 比特王是个很好的节目 虽然不是KOL 但是节目制作还是比较用心的 说服力也比较强 接着呢 赖月圈吧 赖月圈的思想是非常周全的 要是口才也好些 幽默些 别老是说得这么严肃兮兮的 大叔会推荐了 可惜赖老师太严肃了 带不了这个舆论风向 今年就暂时不聊他 接着呢 这个 郭振亮 郭振亮确实是个 知识、蕴藏量 非常丰富、扎实的评论员 可惜这个政治身份 限制的立场 很多是看得清楚 却开不了口 看得都让人替他难受 要是哪天 没被意识形态困绑 大叔会推荐 接着还有 我们对邱毅 邱毅嘛 邱毅 那就更可惜了 邱毅原本是个很有高度 非常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也是个学者 但自从面对政治、事业、家庭 多重打击和伤害之后 性格上出现了非常极端的变化 待人也就没这么坦然了 甚至于将某种程度的 抑郁不得志 消耗在自负和自卑之间 真是非常可惜 大叔不深聊他 是因为真心不舍得 没有其他的 因为以他现在的状态 老实说 他可以有很多论件 但是在小岛上面 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这是民进党人格谋杀的结果 民主自由本来就是把 最可怕的屠刀 这在邱毅身上是看得最清楚的 说到这个邱毅 就让大叔联想到 陈文倩 嗯 他老人家嘛 好吧 今天说得太多了 就让大叔保留一点吧 咱们就聊到这了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了 无论如何 大叔今天 一定要向各位全球各地的好朋友 说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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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在过去这一整年 大叔的频道是5月20号开的 在过去的7个月的时间 给大叔的各种宽容和支持 谢谢大家 也期待大家在未来这一年 能过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顺顺利利 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 大叔能给大家做更多、更好、更有价值的节目 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 也可能会做些直播 因为大叔是个标准的自媒体 后期和有字幕的制作 都是自己来的 需要消耗太多、太多的时间了 实在没办法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一些及时的信息 还有一些时事课题 有时真觉得非常可惜的 好了 那今年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们2020年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